韩国现在你随便拉出来一个人 你祖上导个三代五代 很多都是中国人 是不是 就在采访说 你们到底怎么想的 端木杰 比如说孔子 比如说汉字 比如说某某中国元素 包括什么中国杰等等等等 你们到底是不是觉得 这个东西是你们的 切水尔哥其实呢 在韩国也遭遇过歧视 不公甚至是白眼 而且看到很多韩国人 看不上或者不尊重咱们中国人 那么这一次呢 我如果遇得上这样的事情的话 就给你们上一个 帮助他们成长和进步 韩国媒体 如果你们想报道的话 都没有问题 和中国确实是怎么怎么样啊 回去的这样的方式 你可以 你们可以随便报道 我还希望你们去报道 这个事件啊 在这个事件出来之后 我真的是可以说非常的冲击 因为呢 我会觉得这都 希望大家给我一个时间 做出一个我真正内心的 其实一直以来呢 我的评论区和私信有很多 这个月月末的时候 我去韩国 我真正给你们看一看 韩国到底 我会有很中立的角度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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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场 我是喜欢韩国的 因为他们去 我确实在那边生活很长时间 所以我希望成为中韩两国的一个桥梁 比如说明朝的 宋朝的一些 王的衣服啊 然后呢 去他们的这个这个宫殿 他们的不要宫殿啊 他们的王宫是不是 去他们王宫转一圈 然后呢 就好像是来视察的感觉是一样的 拍一拍 比如说地铁 或者说一些热闹的一些激盗 或者他们一些这个古代的一些王宫 干嘛 展现咱们中国 男性传统服装的美 知道吗 不论这种原因 他转了多少圈 你就把他腰都扭了 你就把他这些腰间盘转突出了 他将来在咱们国家 也是没有一席之地的 如果失去中国这个市场的话 他以后也不会走得很远的 知道吧 韩国 现在呢 我是刚到韩国 准备开始工作 但突然呢收到了 我们工作小伙伴的很多的信息 告诉我说 我上了 并且韩国的三大电视台 都报道了 去了解了一下这个事件 在这个事件出来之后 我真的是可以说非常的冲击 因为呢 我会觉得这都 同时我们的工作群当中呢 告诉我很多的既定行程 工作机会 都希望大家给我一个时间 做出一个新的表态 同时 我还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 希望两国民间关系 能够越来越好 下个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sabelle Huppert, à l'affiche de la prisonnière de Bordeaux, de Patricia Mazui. Abonnez-vous ! Abonnez-vous !